好啦,我們現在玩完了 然後現在要去吃一個免費的愛玉喔 我們來到這一個地方叫做豐盛愛玉 然後呢,他很厲害的是 他吃愛玉不用錢,你來 他就是不管你大人小孩 就各給你一個愛玉這樣子 那當然我不會這麼厚年平常 我每次來我都會稍微買一個牛舌餅啊 或是買一些喜歡的東西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好像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愛玉園 然後在我後面這個位置 然後呢,他這邊裡面呢 也有可以預約做那個愛玉的DIY 蠻好玩的喔 從這個路走進來,這樣子 豐盛愛玉,這裡超讚的 我每次都會來 搜尋一下他的FV喔 然後Google 走下來 我這邊有賣一些產品 這個都還蠻好吃的 賣一些東西 蜂蜜 這邊有人在介紹喔 很酷喔 這是遊覽車來的 但是沒了一碗,然後都不用錢 對不對 對啊 來吃愛玉囉 來吃愛玉囉 我點一碗 太開心,看你這邊 看你這邊 好 耶 嗯 他在愛玉裡面全部都是愛玉 然後呢 哎呀,糟糕 然後呢,他就一點點成那一面 所以其實很純很好吃喔 然後他是黑糖對不對 對 嗯,不是耶 他這次說是 老闆打自己吵的龍花糖 哦,對耶 很快有點不一樣 哦,免全的對戰 我們兩個有一個體育老師 他叫愛玉老師 嗯 吞下去而已 真的愛玉 然後他說不要用三泉水 他用那個波爾的 才會 弄出這麼好的 所以你會後面很多波爾的 那個礦泉水 對啊 大家要知道 這個是小秘訣 好吃嗎 好吃 對啊 他可能是比例剛好這樣子 嗯 賣一些商品哦 這邊不錯 然後這就是秘訣 又馬鈺要用這個水 哈哈 這邊還有芭蠟給你買耶 哦,天然的東西 我們是用新鮮的愛玉籽餅 那你吃吃看芝麻的 上面一定紅 這邊這個很特別啊 他是用愛玉籽做的蛋餅 然後還有愛玉籽做的牛舌餅 蠻特別的 我之前都有買 還蠻好吃的 愛玉籽的 手工愛玉籽 牛舌餅 牛舌餅啊 那黑霧椒口味的 旁邊就有洗手台了 蠻方便的 進來這邊有廁所 所以如果你經過這邊想上廁所就來 然後吃個愛玉 然後順便 休息一下 弄得很整潔 這邊也有電視在 講解怎麼樣子戳愛玉 基本上這邊就是山林圍繞啊 然後 一樣又是一個秘境 秘境愛玉 然後沒有什麼人 空氣好 宜蘭空氣好 然後這邊 空氣好中之好 在這邊很爽的 看見愛玉 歡迎拍照 大家可以來這邊走一走 全台灣最大的愛 很大 這邊走走蠻棒的哦 天氣這邊現在很涼 大概25度吧對不對 超棒 還想說今天看天氣 先看天氣以為會下雨 還沒下雨 然後陰陰的這樣子 涼快涼快的蠻棒的 讚喔 大家看一下這邊 算是一個 鄰園景點 爽爽吃爽爽喝 爽爽去尿尿 欸 前面有一個啊 柚子耶 柚子樹 看看看看 總之這邊就超棒的 如果你是要往太平山的方向 梨山還是什麼 南山這些地方的話 中途經過一定不能錯過 知道嗎 這個是不要臉的寒羞草 一點都不寒羞 牛舌餅 然後我們就要去下一個地方 帶他們去溜個滑梯 然後因為有點要下雨的樣子了 所以我們要去一個橋下的溜滑梯 看這裡喔 看這個喔 好 1 2 3 讚啦 100分 我們今天來到最後這一個點 這個是東山車站下面的溜滑梯 這邊超棒的 很多人都知道這裡 然後呢 這邊也叫什麼 東山河生泰綠洲 東山河生泰綠洲 然後我們有坐過這個船 其實蠻好玩的這個船 我覺得蠻值得來坐一下 因為價格也不貴啦 啊 之前那個 那個叫什麼 博覽會 綠色博覽會也辦在這邊 然後裡面蠻好玩的 現在已經結束了 有一個稻草堆 然後做一個裝飾藝術 蠻多人在那邊拍照 等一下我們去拍一拍看吧 去玩去玩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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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很多人會租腳踏車 然後去騎這個腳踏車道 聽說蠻好玩的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路線 這裡很棒的就是它橋下 而且啊 你如果外面很熱啊 什麼32度在這邊 應該會少個5度 所以呢 這邊蠻適合來玩 而且風都會這樣子灌進來 所以一定不會太熱 那我們現在也是挑 下午4、5點的時間來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來 完全不熱 但是剛剛外面還是很熱的 然後這邊 剛剛這邊這一區啊 這是我小孩在玩的 然後呢 還有一區在外國 另外一個區就是做好的 是溜滑梯這樣 然後就可以玩 也是有碗工啊 這旁邊都可以丟 帶大家來這邊看看 這邊我超級喜歡的 然後呢 它這邊 大人坐在這邊也不會覺得無聊 因為這邊風景蠻好的 田園風光 然後橋下 這個橋 這個火車站下面啊 它這個火車站坐得還蠻漂亮的 這個橋下的腹地還蠻大 很多地方可以跑一跑走一走 然後它這邊還弄了一些房子啊 有弄一些顏色 其實這邊規劃的非常棒 我特別喜歡這邊 然後宜蘭的溜滑梯啊 就是橋下溜滑梯啊 還有一個叫武淵那邊 那那個也超級棒 那個風也是冠進啦 而且那個地方是更適合躺 然後更適合奔跑的 其實這兩個都有特別的地方 那我今天沒時間去 不然以後有機會的話去拍一下 或是其實有蠻多人都已經知道這個地方了 這邊有做一些特別的裝置 你也有人自己帶自己的羽毛球拍啊 還有那種 滴套龍買的那個可以用 最後呢 如果你會發現說 啊你交通不會開車啊 沒有騎摩托車 不住附近 其實呢這裡 坐火車站就直接到了 所以這一個是一個非常棒的 五星級的景點哦 我覺得很棒哦 然後又好拍照 墓地又大 好那到這個地方之後 你要想說啊吃東西怎麼辦 其實這邊有一個市場 就在火車站 東山火車站的出口出來 這邊就有很多吃的 然後我吃到有一間 超級棒的一個什麼 蔥餅啊 然後芋頭餅 而且很近 就在火車站一走出來就吃了第一家 超棒超棒超好吃 尤其是它那個 那個蔥餡餅啊 還是有一個蘿蔔絲餅啊 裡面的蘿蔔是超級甜的 我推薦大家一定要來吃 你從火車站出來的話 走這樣子轉過來這邊 這邊就有一間水煎包 我從小這間超好吃的 我等一下來買一下 今天只有賣煎包 對 好那我就各來兩個吧 對兩個 對吃吃看哦 我都只吃過那個餅而已 對啊餅很好吃 特地來想說吃一下 餅要六次 六日才有 可惜了可惜了 對 不一定搞不好這更好吃 對 一袋然後就在那邊做著吃吧 然後 今天很可惜沒有賣那些餅類的 它的餅如果有假日來 一定要吃真的很好吃 然後這個我們還是等一下來試試看 試試一下它這一間的東西啊 然後它的東西 我吃的那個餅啊 它裡面的東西都很甜 高麗菜什麼的東西 它這個也不例外耶很好吃 天天的東西我做的都很好吃 哇 裡面有那個蝦仁的味道 加米的味道 粉絲 然後還有高麗菜好甜哦 它高麗菜的口味 讚 做菜吃的這個綠色的這個 那個綠色的就是用包韭菜的 所以大家最近股市偷吃都在這裡面啊 那我不要吃了還給你好了 你把它們吃掉 最大根的 滿滿的股米在裡面 好吃嗎 好吃對不對 韭菜好吃 不要被吃就好 它有這個比較小顆的 它說是裡面是肉的 我可以吃吃看 這個好好吃哦 這裡面 好甜哦 那個肉的鮮甜 然後蔥的味道好香哦 這些東西都弄得很好吃 還是他們在地的東西都是這麼厲害 這一個口味就是韭菜還沒吃 古鳴 古鳴 你看這個古鳴口味的 超好吃的 它的一個胡椒香很香 然後裡面東西炒的好香哦 然後韭菜很新鮮 可能是剛割下來的 上個月從一萬四到一萬五的 這一段期間的 好啦 我不是在哈拉了 今天就先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好啦 這兩集介紹的幾間小吃 都是缺有限是我 自己私心特別推薦的 特別是有很多家 都不是一般大家 知道的那幾間 除了那個蝦餅以外 我敢非常的自豪跟你們說 這幾間絕對都超好吃的啊 然後影片 推薦的玩水景點 還有六小孩景點 都是我自己私心最愛的 尤其是我這一次 第一次去過的 槍仔皮 我覺得那邊真的非常好玩 趁著天氣還有點炎熱的時候 趕快去玩玩看吧 不然就要等明年夏天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就歡迎分享按讚 加訂閱留言哦